大家好,我現在被Facebook限制了我的行動自由 我現在試一下可不可以分享,我就不太肯定 今天亦有一個失機無盛的Live,主要是講疫情 我們之前的節目安排現在不同了 因為大家現在都非常驚惶,很想快點熬過疫情 所以現在主題都會維繞住在疫情上 很難說去講別的東西 老實說我不是不想講,但現在這個情況 我現在試一下share,不知道share是否share 因為我幾天看到我的page很靜,因為被人限制了 Post fail,是不行的 如果大家看到的話,只可以在這裡看到 我要找同事幫我,但同事收了工 所以還未分享到其他地方 OK,政府有一個很棒的強制檢疫14天 Hello Candy,今晚的午夜指示生效 是怎樣的呢? 是家中酒店臨時住宿強制檢疫14天 每天探熱,戴口罩,記錄身體情況 抽樣突擊檢查,電話聯絡 違反罰罰最高罰款25000元 還有監禁6個月 但這個聽起來好像,如果魔鬼在細節中 如果大家不留意細節的話 就覺得,OK啊,要他戴口罩,要他探熱 然後叫他不要外出 但如果你聽清楚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自律的 大家要自律的,知道嗎? 其實全天空是繼續中門大開的 其實你可以透過機場,深圳灣,港珠澳大橋 進入的 重要的是,如果你進來的時候 你有發燒,你堅持進入的話 他就會直接帶你去醫院 那你依然是香港的前線醫護人員 就要承擔這個責任 一樣很辛苦 很多事要做 本身已經很多 本身他們的資源已經非常短缺 因為,記不記得前幾年 曾俊華在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其實有剪過2.5億的醫療 因為要撥款去做一些 港珠澳大橋,機場三跑 那些工程 OK 如果大家不經常要出入政府醫院 還有你說,我大把錢 我一向都身體很好 就算我需要看醫生也好 我是看私家醫生的 那你可能未必感受到 但如果你真的有去政府醫院的話 你會見到是很恐怖的 排急症,排很多個小時 如果要排專方門診的話 是以連計的 那些人開玩笑 就說,排得來都死定了 OK 是不是開光一點好一點 好久沒見過 不戴口袖的樣子 OK 再說 其他人入境可以自選地方檢疫 自選客 14天 可以在酒店、民居 避免他們四出活動 主要是靠自律 主要靠自律 如果不自律的話 你知不知道 其實你不知道 有沒有電子手靠腳 靠腳療 因為他之前示範的那條 其實是沒有GPS的 所以其實他帶了一條 好像 我給你看 OK 好像這些膠帶都可以 你看不看 Thank you, I love you 看不看 Thank you, I love you Thank you, I love you, thank you, I love you 其實不帶這些都可以 是一樣的 就是效果 走出來你不知道 如果你抓到他的話 你就罰他25000 那你覺得對大陸的土豪來說 其實沒有所謂 2萬5元 跌了 是的 甚至2萬5元 其實說真的 在大陸他想醫都醫不到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他會不會 不願意給2萬5元呢 當你是 在一個我們叫survival mode 即是底輪啟動 survival mode It's all about survival 即是已經是和自己的生命安危 受到威脅的時候 2萬5元 能否博得過 說真的 其實你入私家醫院 住兩天 已經在這裡 所以其實 這是否真的有效的檢驗措施 我想大家知道 其實林鄭是抵贊的 為什麼抵贊呢 就是因為她真的會聯繫 她是真的 我想人類史上唯一 如果不是唯一 都絕對會是頭幾個 就是可以兌現到競選承諾 真是 聯繫 不論將不同的政見 黃藍 年輕的 老的 世代之爭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也好 都可以聯繫到 因為大家都可以令到你受苦 Give you hell of a hard time 就是你瘦 當你發覺你是一個70歲 本來是一個男士 但是你發覺我頂你 我要三間半夜 排不知幾多個小時 排口罩 然後你看到 怎麼鄰近 台灣也好 甚至大陸 你知道嗎 我有問他們 我有些大陸朋友 他們是說 沒有啊 政府有派的 甚至隔離期間 他們是管食的 即是他們送食上來給你的 是的 你可以選擇 因為有菜單 你是不是覺得很匪夷所思 其實真的是的 其實香港人現在是很慘的 即是遲等不遲等的 什麼叫自律 即是用自己的方法 還有啊 最好笑的就是 他說呢 即是盡量不要 由一個親朋戚友來探訪 啊 探訪了你也不知道 是吧 即是 什麼叫做不好 不好啊 其實我玩14天 其實很悶的 我來香港打算玩的 大家也有看過之前那個雞煲事件 那個女生她說她發燒 她 我忘記了她就確診了 你等我看回 我開我的WhatsApp 我就會找到的了 但是呢 找是需要時間的 Give me a minute 我想你們有印象我講誰 總之有個女生放了她自己的微信 在WeChat上面 就說她好像是說她確診了 然後呢 但是呢 她都可以 Oh yes 我開了出來 登登 看不看到 螢幕太廣了 看不看到 張蘭 封關前來到香港 吃最喜歡的雞粥 各位同胞 記得過關前大量吃退燒日 不然檢測發燒 不准過關 我都發燒了 吃完立即去走醫 逃離武漢 沙田繼續 看不看到 對了 其實呢 說真的 如果你在大陸 我聽了 我問朋友 就說其實武漢 現在呢 你還可以包到 車子 早幾天 就三十萬 就載你到深圳 對了 其實如果她肯給三十萬 由武漢到深圳 那你又覺得她願不願意 給二萬五元的罰款 還要供應 是捉到的 這些就叫做僥倖心理 是的 如果你說必死無疑 那當然是未必薄 但是你知道香港 在香港 我們是 有些時候就非常擁抱西方價值 就是說人到立場 我們不會把她註門外 還有 那時候高鐵也是 叫著要封 所有人都知道 正常有腦 有聲音 自己都知道 就是 必定會在高鐵這麼大的缺口 而且她來到因為一地兩檢 所以她不會原地 丟你回去深圳河以北 她必定要選最近 最近的 西九最近 是不是伊莉莎白醫院 我當是 那就是這樣 其實幾年前也有一些新聞 就是說 一個香港人 他去到深圳關口的時候 心臟病發 就是因為他沒有過那條線 他就死去那邊 如果他過了的話 他未必下場會這麼慘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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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為什麼當初 人們要反對 起高鐵 起到去香港的中心 然後反對一地兩檢 很多事情的反對 這個就是林鄭巴弊她厲害的地方 一個真的兌現到的競選政策 就是 We Connect 不論所有人 今時今日你看看 台灣政府 二話不說 所有口罩 可以三個星期之內加大公認 還有 確保他們國內 國民優先有配給 為什麼 因為民選 因為 蔡英文是選票選出來的 他不可以辜負大家 就算他自己說 我做了兩屆 下一屆不能做 但問題是 你也要向你黨內其他成員交代 他不可以玩殘 以及拿自己的黨來交票 這就是民主的可貴 我今天好像 那位在大陸 第一位 我們叫做公佈消息的那位醫生 其實我自己也有WeChat 雖然我不是怎麼用 但我也有的 這位造謠者李文亮醫生 是眼科醫生 人是眼科醫生 他是眼科醫生 他是一個好人 當然我知道之後 很多人就說 心似哀悼完之後 但他是藍絲 原來他是支持香港警察 打香港的示威者 但我想說 其實你在那個角度裡 你沒有選擇 我意思是沒有選擇 所有媒體都被操弄 所有媒體都是一式一樣說同一樣的說話 所以你想聽不同的聲音嗎 當他 你想想是一個醫生 到最後 人之章色奇言也善 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會死 他未必是 但是 他選擇了說真話 他選擇了把這件事說出來 有些人說 如果現在給你時光 時光 時光 不是時光晚遊 總之給你回去過去 你可以否去警告 兩個月前的大陸 你回去 你只會成為第九個重要者 他死了 他死了之後 需要讓循環報導 因為官方也不想公佈他死 所以 還要教他扮裝了悲透 幫他扮噮 把鼻膈疹 薄疯 臉墜 面目全非 他們喜歡 不管個健康的社會 只有一種聲音 他虽然有说过 他支持香港警察 但是我在这一刻 我选择原谅他的无知 因为他是惨的 他在那个国度里面 都是那句 你看到多少真相 是 你是可以翻墙的 我明白 但是你要明白 他们洗的那种干净的程度是 外面场外的世界 说的不是真话 就算你给北韩的人民 有得翻墙 他们都不会一翻墙立即觉醒 觉醒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现在不是有那么多 阿公阿婆上了年纪的 要走去泼口罩 然后泼到哭 你觉得他会突然间觉得 林郑坏吗 是因为针刺到肉才知痛的 那你医生之前 他没有原因 他不相信党媒的 其实他没有这个有因 直到他发现 我去说真话的时候 我会被认为是造谣者 他才会开始他的灵性觉醒 我知道我现在这一集 我不是讲灵性层面 但是灵性觉醒是一个过程 举例 我不管大家对这位人物的观感如何 有些人可能喜欢英俊 喜欢谭文豪 但是我现在讲的比喻是长茫 那难道茫哥当年抗争的时候 他会怪譬如 黄之锋 为什么你还没觉醒 他没得怪 每个人的成长的道路不同 每个人的时间不同 那 都是那句数途同归而已 其实到最后 你受到迫害的时候 你感觉到不合理的时候 就是你觉醒的开始 我明白大家看到他什么支持警察 他老婆说支持警察 你会觉得想尖巴他 还有觉得活该死 但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 可以多一点点的慈悲 如果他到最后 他还是支持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明白你觉得 算了你喜欢怎么办 你死你死吧 这个世界当然是有些人 我是觉得 死了对地球更好 真的 OK 甚至 我和杰莉布丁都有聊天 我们天天都聊天 我们不是只是节目partner 我们是很近的朋友 我和Tony都有聊天 其实 这次这件事 是地球反击 对不对 人类 一路予取予愧 大地 以万 天地以万物 以养人 人却无 一物以报天 对不对 你想想 给了这么多生灵 给你 你们要残杀 还要是 你吃猪油羊鸡鸭 不可以的 吃蛋 不可以的 吃完鱼和海鲜 都还不够的 你要吃一些野味 它们已经进化到 已经不止是被人吃的样子了 但你仍然还要吃它 那有病是正常的 但是 这次这个病到底是否真是 人因为吃野味而有的呢 现在是没办法证实的 但当然如果去到一个位置 是证实了真的某一个政权 为了维稳 譬如去到一个位置 举例 阴谋论 就是说 控制不了我的人口了 或者他们觉得低端人口 过剩的时候 我想清紧一些人 放下去 搞定了 锁城全部都死了 是否做得出的呢 你看回他们的历史 你就会知道 长春围城就是这样的 死了几千万人 你觉得现在武汉也好 好像23个了 我印象中 但我不太肯定 但是武汉也一定锁了 好像说 温州 广州 甚至 杭州都说锁 锁了 连互联网 智能也没了 所以就真的 God knows what happens inside 没人知道的 当时死亡多少人 我们不知道 然后全部都说是因为 病毒感染 然后二话不雪就拿去火化 整件事可以很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 这个病毒的而且 确实是可以在死尸身上 还残留一段长时间 它不是死了就死了 它仍然可以感染到人 包括在人的分辨里面也是 它可以停留多四天 然后 这是检测结果 所以我想说 对于李文亮 医生 我是觉得惨的 OK 我是觉得她性格的太迟 而她的太太 据说现在怀孕 有说已经过了身 有说是说她病危 但是总之就不是安好状态 如果我们希望所有大陆人都好像 像刘晓波 或者是刘晓波 或者是刘晓波太太 刘霞 或者是艾美美 我们未免太天真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她的政权 不会可以维持到今时今日 她之所以可以维持到今天是因为人的愚昧 我现在说回一些我平时会说的题 其实她整个政权是 就是她靠什么 遗食 我们说鬼就以香为食 他們是以恐懼為食 那什麼是恐懼 底倫就是恐懼 所以它就令到 所有整個中共治下的人民 都是恐懼 都是害怕 因為這個是它的能量的來源 它的食物就是恐懼 令到你所有人都害怕 都害怕 和和不得終日 就算你是土豪 你也害怕 你是黨裡面的幹部 你也害怕 沒有人不害怕 就算你去到很高的位置 什麼政治局常委 這些我不懂 但是他們裡面 都有他們的權鬥 甚至薄熙來 都會被鬥下來 都會去坐牢 除罪口好像死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要你害怕 你害怕它賴以生存 我之前有說過黑暗體的概念 其實這個世界 我們現在生存這個世界 是所謂的中土世界 就是有意緣對立這件事 有光明有黑暗 記得嗎 有光明有黑暗 有男女有美醜有善惡 上方和下方世界是沒有這件事 那就會有這一種的對立 這一種的光明與黑暗 所以其實我經常說 說麥倫這件事 現在中共它的模式 就是以底能治國 就是要你們全部的人 在survival mode 就是求生狀態 你是不斷每天都覺得自己充滿危機 充滿恐懼 吃的東西要害怕 買的東西要害怕 用的東西要害怕 怕抄家 有錢怕抄家 有權的怕被人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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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這個名字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然後被人扔入牢 簡單來說 被人鬥 整個中共 沒有人在安全 那它唯一可以自保 唯一的安全的方法 就是它去走你那一套 就是你要我怕 那我怕 我給你 正如我們 我們其實公民抗命 我們可以不交稅 但是不交稅 你的後果是什麼 就是你出不了境 回不了你 或者是 然後坐牢 所以他們的公民抗命的方式 其實是沒有的 他們就是跟黨走 什麼都是跟黨走 直到有一天 有東西 發出他們的醒覺 就好像這次李文亮 醫生這件事 可以發出他們的醒覺 今天 你看到 《蘋果日報》突然多了人 大陸人寫簡直字 道歉 就說 我以前罵過你們的 我現在跟你們說對不起 又說什麼 以前我叫你們廢青 但原來你們比我還清醒 包括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原來李文亮的死 是可以啟敵 令到很多人 針刺到肉 之痛而醒覺 這個時候其實 我們要的是他們的醒覺 而可以加入我們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 他醒覺得是真的 他有支持過香港警察是真的 他有說打笑的就是對 都是真的 他是護旗手 都是真的 但是我們曾經都說諸葛 我們一出生就抗爭 所以 他醒覺得遲 而死得早 但是不要令到他的死毫無意義 令到他的死可以 患醒其他沉睡中的中國人 尤其是現在身邊 有人因為這一場武漢肺炎 而死而病重的中國人 會因為李文亮醫生的死被喚醒 我們應該要抓住這個機遇 令到更加多人脫離 中共治下的恐懼 令到他們清醒 加入我們這邊 OK Return from the dark side OK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有說 默倫的東西就是 默倫越底 底倫的人就是這樣的 底倫 底倫的人就是 什麼都是跟自己的生存有關 你可以說他們是很自私的人 我經常舉例 我就說 如果你有個女生朋友 是底倫主導的話 而你 認識了個很好的男朋友 新認識的 你最好不要介紹 因為他真的分分鐘 他真的可以不要你這個朋友 而納你男朋友 做得出的 我見識過的 OK 因為對他來說 Everything is about survival About他自己的 survival OK 這些人你會留意到 底倫主導的人 是 是什麼呢 是很自我中心的 Everything about me 以及很自私的 我肥胖 我今天打扮得不漂亮 我出來吃飯 不要啦 我今天呢 就是那些 很崩潰的 就是很多這一種的 和什麼都是關鍵自己的事 這一種就是 底倫主導 底倫主導 再說了 藍絲 十個有九個半 都是底倫主導的 OK 因為It's all about survival 全部都關自身利益時 可以嗎 所以我們常常說 藍絲除了腦殘是什麼 就是自私 對不對 OK 好了 但是呢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 如果他的底倫是光明面的 他就是一個有錢的藍絲 明白嗎 就是生活無憂的藍絲 但他也是一個藍絲 你們見過 有很多醫生也有藍絲 很多律師也有藍絲 難道他有醫食嗎 他沒有飯開嗎 他不是的 但是他的思維方式 Dictate 了他 OK 他的思維 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輪位決定 他哪個輪位主導 就是主導了他的思考模式 他的性格 OK 所以底倫主導的人 就是自私 自己 還有 全部都是關自我 賺食 這些賺食就是 survival 你明白嗎 明白我說什麼 那如果你是底倫的黑暗面的話 你就是等著開飯那批 其實 那麼 再理解一個概念就是 光明面的底倫 低分 OK 你只不過可能是 財源不是很穩定的 就是你的錢不是很穩定 你都會擔心錢 但如果你是底倫主導的光明還要高分 那就可以是一個實業家 其實 明白嗎 就是你做生意的 你要實幹 你不是靠炒東西的 OK 但你會很成功 可以嗎 跟著好像醫生 那些藍絲醫生 很多 500個聯署 大家見過 他們都是 可能有很多層樓 經常去旅行 我認識很多這些醫生 因為我以前做私房 有很多這些客 每天都在罵人示威 罵人搞亂香港 跟著很喜歡叫人吃藥 我可能是因為看到太多這些 所以我對很多醫生沒什麼好感 而且你知道我經常被醫生追擊 OK 但是 有這些的 你看到他都是要靠實幹的 只有他都要做的 而有錢的 所以是跟實業有關的 明白嗎 實業要做的 去賺到錢的 但他不受錢 如果你是底倫光明面高分 這些代表人物就是律師 醫生 親中外國的建制派 OK 好了 你會不明白為什麼他的價值觀可以這樣 但要記住 在最後一天 對他來說 就是 他個人的生命 正如 我們之前看新聞 有一對父母在大陸 趕上機 把兩個子女放在機場 那就是底倫 整個中共治下 所有人都是底倫主導的 OK 行不行 好了 如果是底倫的黑暗面 還要低分 就是住劏房 很窮 很慘 但還在支持政府那批 明白嗎 因為他不支持政府 他更慘 他支持政府 他支持民建聯 他都會有種成 因為他不相信他就是民主黨 或者公民黨 會拿到種 明白嗎 他不會跟你說什麼 自由民主博愛 普世價值 他不會說那些 因為 因為那些不是底倫 明白嗎 那些不是底倫 但那些是什麼人 會跟你說 那些是誰 他也會跟你說 自由民主博愛 就是頂倫主導 然後微心倫主導 還有 心倫主導 太陽倫主導 也是 太陽倫主導 就像我那些 就是高民抗命的那批 然後走去 不可以說帶樓拆反 總之是會參加一些 群眾活動 要爭取公義 就是這一種 心倫主導 就是哪些 就像甘地 還有 那位是Martin Luther King 我沒有說錯他的名字 就是這樣 就是很和平的抗爭 心倫 然後他的愛 可以感染到很多人 然後 就能夠建立了一個新的秩序 所以我也交了一些功課 講一些輪位的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是哪個輪位主導 因為你做的什麼行業 和你的性格 絕對和你主導輪位 有直接的關係 那如果你知道你的另一半 是底輪主導的話 而他是藍絲的話 你不用浪費時間 去企圖 去咬直的 OK 他永遠都是亂日 可以嗎 因為主導就是主導 是沒得改天生的 OK 那另外 就是 如果你是黑暗面的 你要把它轉成光明面 因為如果黑暗面 低分又是可 但如果他是黑暗面高分 就很糟糕 OK 為什麼呢 我舉例 一個人如果他口才很好 他就很容易得罪人 但如果一個人是口吃的 他就難以得罪人 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的口才 你的口輪 是黑暗面 我寧願你低分 如果你口輪是黑暗面而高分 就像我這樣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叫人吃椰子牛 都會被人說抽水 和吃人血饅頭 但其實椰子牛對身體很好 其實我不明白 問題在哪 其實 但是就是會這樣 OK 所以你要調整自己的默論 低分都算數 你起碼要去光明院 OK 去光明院 再慢慢把它泵上去 高分一點 OK 好了 現在我想提一個人 轉話題 OK 總之 剛才說了 政府的佛系的檢疫方法 OK 很棒 大家如果指望它 就招得 OK 總之大家要自覺 OK 要自律 最重要是受檢疫的人士自律 那你就知道是蚊粉 我差點想說粗口 我現在想說另一件事 就是我是悲觀的 我一點都不樂觀的 我想分享一位叫賴秀胃 還是賴秀水 我不懂得解釋 和字邊 然後韋康的位 有一個和字邊 名譽教授 是美國康萊爾大學微生物學博士 Cornell 就是Cornell的 microbiology 他就是讀獸醫病毒學 及實習免疫學 豬病學 在台灣 那這位教授 他的角度 他怎樣看這個病 他就是武漢肺炎 他預計或已經演變成為空氣傳染 而不是飛沫 OK 我自己 當然 你是誰 你憑什麼 你去評論這位這麼厲害的教授 我只是說我認同的原因 我覺得是的 因為為什麼 就是有沒有印象 之前有一個 好像昨天的新聞 就是擦身而過 有一個人 我又要找他出來 買菜 沒有戴口罩 15秒 就已經被人傳染了 那你想想 其實兩個人買菜 這樣過 15秒 除非他真的可以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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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否則 為什麼可以這樣擦身而過 買菜 15秒 就已經傳染了 那 過程 相信 就是 因為他之前剪了 那他就在空氣裡面 OK 而 因為這樣而傳播到 如果不是 我覺得你很難解釋到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而且我的節目 你適合聽 你代酒 不適合聽 你就算了 因為已經很多人追擊我了 例如西醫 因為我很喜歡叫別人 不要吃太多藥 你明白嗎 我經常跟別人說 其實你最重要的是 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靠你身體的抵抗力 靠你身體的治癒能力 但是你也知道 醫生不喜歡聽這些 有個別醫生 不是每個人 很多好的 OK 那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因為如果不然 你真的很難解釋 為什麼15秒沒有戴口罩已經中了 OK 還有之前記得 就是 我經常說出一個名字 那位 最早去武漢 接著說 疫情可控 可什麼可控 可猜都可控 那個人 黃什麼什麼 他說 他沒有戴眼罩而中了 如果你真的純粹飛沫的話 其實是不是 你戴了M95 你應該都很困難 但是 他不是這樣 還有剛剛的15秒 那我就覺得 我傾向於相信 賴教授所說的 武漢肺炎 他預計已經染變成空氣傳染 而不是飛沫傳染 那就是很嚴重 OK 好了 第二件事 就是武漢肺炎的病毒擴散 不會在兩週之內上升至最高峰 是將會更加漫長的 這個就留待時間去證明 第三 就是最壞的情況 這個情況會持續到今年年尾 OK 是不是很灰 你覺得 你等我一會兒 是的 Jovie我正在Live 你幫我上去Forum 幫我分享 去生同感受和我自己生同女王的頁 麻煩你 是的 我同事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們繼續 我讀給大家看 這單新聞 就是浙江寧邦一名56歲的男子 週二、四日確診亂水武漢肺炎 他專家了解 男子發病前14天是未有愛有的 現在沒有接觸過野生動物 估計是到市場買菜時沒有戴口罩 被擦肩而過的患者傳染 聽清楚他說是擦肩而過 而這一份是東方日報 不是蘋果 那麼 整個過程劃緊15秒 杭州一對夫婦亦都被患者傳染 雙方接觸時間只有50秒 所以感覺像是真的飛沫寸波 另外我想說 口罩那裏 其實我現在是有少量的口罩在手 真的非常少 我說的是我自己日本帶回來的 是15包 而是7片 我主要是想留給一些有癌症的患者 他們現在經常出入醫院 你知道他們是高危人士 我想盡量留給他們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真的只有15包 現在這一刻我在手樓上只有15包 但我接下來還會有的 我妹妹在荷蘭幫我班回來 但是你們看到會很火滾的 我一定要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我不是吃人魚饅頭 你們可以自己看看 這是荷蘭的Mask 你看到嗎 現在你看到價錢是去到 我的手樓給我 這裏 44.95歐羅 一包 其實你圍起來可能是10元一片 一盒是50片 這裏 我會出帖子 如果你們真的接受到 我已經不賺錢 但如果你們真的接受到價錢 就會紅了 如果你們接受到的話 就先訂 因為我妹妹現在都在撲到 都不容易撲到 說真的 我都強調了一句 我真的不賺錢 我真的不賺錢 你看到 喂 我不光了 是哪個光 是螢幕的光 還是我這裏的光 我暗一點給你們看 你看到嗎 44.95 其實荷蘭也有很多大陸人 他們都已經炒貴口罩了 但是 它是一盒50片 如果44.95 你再加上運費 那就大約10元一片 那捱到50天 如果你真的還要上班的話 現在最省口罩的方法 當然是不用上班 最後我想交代 我有沒有話 你有沒有什麼要問我 我看看你們有沒有留言 如果你有問題想問的 就問我 然後 我再說到最後 就是 我還是再說一次 我是不樂觀的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可以捱到一段很長時間 即是捱半年或以上 日本口罩那裏 我那裏只有15包 我也是那句 想留給 一些癌症或長期病患者 出入醫院 一包只有7個 然後 我會 你等我一會 我同事 原來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 等等 OK 日本口罩那裏 想留給有需要的人 然後 荷蘭口罩那裏 你需要的話就出聲 就 Whatsapp 917 2922 OK 入數我們大概 約7天 來到香港 一盒50個 你約10元一片 或者11元一片 這樣 我忘了 勾諾多少 不要說我吃人權饅頭 因為我真的沒有賺錢 你看到那個內貨價多少錢 然後 你們如果現在來小店的話 就抱歉 我們必須要你戴口罩 如果你不戴口罩 我們沒有辦法招待 不好意思 然後 然後 就要請你脫鞋 然後 我們開門給你 然後 你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先用酒精噴霧 幫你噴了 之後 才請你進來 OK 如果 你們不想出門 因為想省口罩 我都建議不要出門 說真的 因為第一 口罩很難迫 第二 其實你每次出門都有風險 如果真的空氣傳播 沒有證實到 沒有證實到 也代表你證實不到他不是 你明白嗎 這才是科學精神 所以 如果可以不出門 也盡量不要出門 所以 口罩是很珍貴的 留下 真的必要的時候才用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東西要買 那你們是可以WhatsApp 9170 2922 我們拍照 然後寄給你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出門口 可以嗎 盡量減低風險 包括弱了要跟我見面的客人 不管你是想做催眠 還是你想做十四經歷平衡 還是你想問我怎樣生酷 還是你親密論 有什麼都好 都是那句不要冒險出門 好嗎 我和你開視頻 我和你開視頻 今時今日的品質真的很穩定 你相信我 因為我做了很多次 是很穩定的 是不用擔心的 是很OK的 真的 如果你做了真的不滿意 我們再預算見面 好嗎 因為不要想著這個疫情 一個月就會過了 我真的不 做什麼 誰啊 那麼多話說的 誰 做什麼 OK 好 口罩 儘量留在有必要的時候才用 現在儘量不要出門口 都是那句 要買東西 WhatsApp我們寄給你 然後你約了我的話 我可以和你 和你 電話號碼 OK 還有我周圍在破口罩 美國 荷蘭 德國 都有貨 都要回來了 OK 但真的有心去準備 只會越來越貴 不是 老實說 不是我們想貴 或者外面有些人都是 我覺得他們都很慘 因為如果不是幾個月之前買定的話 現在全部炒得很離譜 真的 是的 還有些什麼呢 沒有 大約是這樣 我現在看一看你的留言 然後如果 是的 全副武裝都中小招 戴眼罩出街 我會的 我真的會戴 其實我不是很出街的 說真的 但是 如果真的要出街 我真的會全副武裝 嚇到你死 很恐怖 不要低估這次的疫情 不要覺得 沙士經歷過 不要這樣想 因為這件事絕對 比沙士更恐怖 因為它的 R R 0 不知道 我不知道 總之 傳播系數 有人猜 3.8 有人猜2.5 有人猜4.3 OK 總之 傳播系數 總之很高 不記得 比沙士高 一個人可以傳染很多人 一個人可以傳染很多人 有個超級毒王 像是在杭州 傳染了四千人 還是四千人 因為他要受到隔離觀察 所以真的不要博 真的不要博 沒有必要 不要出街 OK 還有我提到 我上次說過 口罩 你們戴之前 要先洗手 倒塌 洗二十秒 唱兩次 生日快樂 然後戴 戴完之後 手記得要乾 不要濕碰到口罩 然後記住 握緊這些位置 放上眼袋 有些外套 放上眼袋 握緊它 然後 如果你要搭電梯 我不知道有沒有見過這個方法 抱歉 就是 糟了 我沒有那種的筆 就是 平時那些原子筆 它是有個蓋 我拿著螢光筆代替 它有個筆桶 這裡你拔掉它 沒有了那個 尖 你會刺爆電梯 你拔掉心 然後你這樣 拔掉電梯 拔完之後 你這樣 你就不會碰到它 明白嗎 然後開門 關門 你就用一張紙巾 開門 然後就馬上扔一張紙巾 或者我是一個環保L 所以我就不捨得用紙巾 我就會 開了之後 立即噴酒精 酒精記住是75% 太高反而不行 太低也不行 75就完美了 70至75加水 OK 然後回來 第一時間 回到家 又是全身噴酒精 把衣服脫在最近門口的地方 然後口罩脫下來的時候 不要這樣 記得是這樣 脫下來 然後 捲 女子捲M斤 然後 這個比喻嚇到她 然後就等到垃圾桶 噴酒精 OK 然後把袋綁起來 OK 然後立即衝進屋 是 用筋 有動態 有二十三十分 二十三十秒這樣洗手 OK 確保全身 是 你之後 不會在家裏 穿走來走去的 鞋子都是 最近門口 脫下來之後 立即噴 我非常小心 大家希望都是這樣 而且千萬不要 出門口罩 出門口罩 不知會掉下來 這裏 或者下巴 不要 戴口罩就不要吃煙了 你脫了口罩 你又浪費了口罩 OK 你脫了就不再戴 好嗎 大家留言 好嗎 留言問我 希望大家平安度過這一關 因為 袁國勇估是會有 140萬人感染的 而且它是說 這條數是科學計出來的 不是端鼓的 所以是很多人害怕的 而且我不是想散步恐慌 但是我不覺得 儲糧、儲糧、團糧 是一個不理智的行為 我認為是理智的 因為現在的政府實在太不可靠 而且人民已經完全不相信這個政府 你想想口罩都幫不到你撲 那你覺得有什麼可以靠它 所以 有必要是要團 保護自己 OK 好嗎 因為又不傷害人 當然你不是團到所有人都拿不到 只得你自己有 當然不行 我的貓很突然 但牠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全都睡了 Rosie, you wanna come here? 我祝Rosie來跟大家說Hi 然後呢 之後呢 我們就拜拜 Rosie Rosie Hi Hi 這個是我的Rosemary Rosemary 我的寶貝仔 其實我有十隻貓 但牠是最黏我 最頂的那隻 你可不可以正面看我鏡頭嗎 牠平時很帥 好像奧拜一樣 你看牠的毛多動 對不對 說Hi 因為我們要收錢 你看你的樣子多不願意 你開心一點 你先看鏡頭好嗎 喂 哈哈哈 OK Rosie Rosie 我為什麼不願意看我的鏡頭 貓果然是貓 OK 好了 OK 拜拜 大家 stay safe 我就在家繼續讀書和小孩 我現在很多事要考 救命 好崩潰 OK 有什麼 有什麼 凍肉倉目 喂 傳WhatsApp給我 我想找你 凍肉倉目 好吧 拜拜 OK 拜拜 還有一天有口罩 我們會馬上通知大家 先到先到先到 不要搶 沒有人限一兩盒 留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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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炸的水果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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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